香港区议会的选举地方 选区的投票呢 在昨天结束了 所以今天中文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运文 特派记者运文来到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运文好 西姨好 大家好 晚安 好 运文我们知道说 这一次这个香港的选举 他们的投票率好像是非常低 只有27.54% 百分之27.54% 是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最低 那想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是他们宣传不够呢 还是他们香港的选民 真的不喜欢在这种制度下面 来进行投票 应该是说他们整个感觉 就是已经是心死跟心冷的情形了 对这个制度完全是不太认同的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是香港他们经历过这个 雨伞革命跟战中行动之后 让这个民主派 获得很广泛的年轻人的支持 所以就来看到是 其实之前呢 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 当时的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呢 是有冲破了五成的投票率的 那虽然说民主派 没有获得很大的胜利 但起码其实大家重视 这个投票的选举过程了 然后呢 2019年出现是反送中运动之后呢 让大家更加的 就是可能抗中情绪也好 挺民主也好 当年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呢 投票率冲到了71% 也让民主派呢 是首次的在很多个选区 大获全胜 甚至呢 取得全港是高达86%的直选的 这个区议会的席次 但是很可惜的是后来很多人都辞职 甚至是被捕入狱了 好为什么 因为隔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了 甚至其实当年这个官法实施的时候呢 要举行是立法会的改选 当时民主派还试图想要做这个初选 希望可以奋力一搏 但是他们很多人后来都入狱了 是被称之为港版国安法最大的大滥捕 是民主派的47人案 甚至当年的特首呢 还特意的以疫情为由 延后了这个立法会的改选 改到是隔年的是2021年再进行改选 那当时呢 就只有三成的投票率 那也被认为这是他们都是 亲北京的建制派的最低的基本盘了 但想不到今年的区议会选举更低 跌破了三成 所以呢就被认为是因为呢 大家不认同这次的改选之后 改制之后的区议会的选举制度 是社会上没有获得很大的认同 是港府不得不承认的问题 再来是呢投票者大多 主要都是建制派的人 就是可能长辈啊公务员等等 很少的年轻人出来投票了 甚至还出现个大的bug 就是他们电脑系统竟然故障了 让本来投票是10点半截止的 延长到午夜12点 这个是个非常混乱的情况 但是可以看到 这北京的港澳办中年办出来说 这是一个很有秩序的投票的结果 选出的是呢爱党爱国爱港的人才 说的什么所谓 爱国者治港可以好好落实下来 完全不提到这个故障的问题哦 是非常的避重就轻 但是他们的选管会主席呢 有出来就是哽咽的道歉说 他们系统确实是有三层的认证 但不知道为何会出现故障的情形 好那这一次呢 这个区议会选举确实不到三层投票 是他们主权移交北京之后呢 最低的投票率了那还出现这样的系统故障 引发很多港民的抱怨 是第一个防风的投票商 倒出票轨内的选票 香港10日举行地方区议会选举 但是竟然投票到午夜 投票站外不少无法领取选票的港民 因为电子选民登记系统出现故障 最后改由人工发选票 因为系统故障 延长投票一个半小时到午夜12点 但是建制派政党领袖都认为影响选情必须彻查 和质询政府 政府花这么多钱去宣传 而临门一脚竟然会轻机的 那些金钱浪费了 见到这么多人呢 他就选择去吃饭 又或者翻上楼 大家都知道呢 如果市民是他上了楼 你再要叫他落回投票呢 其实是比较困难 上一届区议会选举 民主派积极参与投票率超过七成 但是港版国安法生效后 民主派被清零 无法成为候选人 今年投票率只有27.54% 创新低 但是仍然出动上万锦丽戒备 并且逮捕六人 涉嫌煽动他人投废票抗议 如果有任何人是企图是违法 或者是做一些是不利于 或者是阻碍我们选择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即时采取那种行动的 南韩媒体韩联社分析 已经沦为完全亲中派的选举 让港人关注度大幅下降 TVBH 张家宝 陈永文综合报导 好我们刚刚讨论香港的选举 观众朋友Bob Chen也说 这个香港的投票已经成为百拍了 真的的确很多人 有些年轻人是这么觉得 对就是蛮特别的形容词 蛮精准的 对没错 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的话题呢 其实是最近也是讨论度很高 就是中国大陆跟缅甸非常努力 在进行诈骗的打击 因为中国大陆的境内的电信诈骗 真的是太猖獗了 对没有错 那么现在呢 好像他们也有一个新的动作 就是他们是不是把诈骗 手脑的样子 全部都公布出来要通气 对他们是中国警方 再度的公开通气 有多达10名的 这个缅北的电信诈骗的嫌犯 然后可以看到是呢 就这样的通气函 包含是你的个人的照片 身份证字号 一些背景通通都把它公开出来 然后说呢悬赏是勾达 10万到50万人民币 这任何是40多万到200多万台币 就希望把这10名电信诈骗 手脑能够积拿到案 然后中国公安呢 还公开喊话说 你要认清刑事 要主动投案啦 自首啦 争取这个宽大的处理 那主要是有哪些人 我们就来看到是 主要是在这个缅北的 国感自治区的四大家族 他们是有非常穷厚的地方的政经实力之外 也还有个人的武装实力的 像是呢这个白家是实力 势力最强的是白索成为主的 这个白家也被通气当中 以及呢这个魏怀仁为首的魏家势力 排名第二也被通气了 再来是刘家他们主营是矿产的行业 所以是当地的首富也被通气当中 那至于郑明家呢是后起之秀 但是首里呢 这个明学昌已经畏罪自杀之外 他们家有三人也都被捕了 所以这个新奇的明家 基本上是已经垮台的情形 还剩下是白家魏家刘家 正在被中国大陆给通气当中 是没错 因为现在这个诈骗全球都是非常的盛行 所以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看起来 已经是没办法容忍了 不知道这个首脑都抓回来台湾诈骗 看是不是也可以少一点 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韵文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韵文 谢谢欣欣 谢谢大家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际桌球总会呢 在今年首度推出了男女混合团体世界杯比赛 当然很多人非常期待 但是现在在比赛过程中 却出现了一个插曲 就是中华队跟瑞典队10号在进行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 大会竟然临时中断比赛 硬要先举行颁奖典礼哦 这个行为就有点白目哦 就让连这个在转播的大陆球评都忍不出开忙 中国大陆韩国和日本的国旗 在众人注目下缓缓升空 今年在大陆成都举办的桌球混合团体世界杯 10号最后一场赛事 中华队跟瑞典达到7比5领先之际 主办单位竟临时中断比赛 只为了先举行这场颁奖典礼 就连大陆网友都看不下去 痛批主办方居然把别人叫停 这么不尊重人 还有对岸网友大骂 就差这几十分钟 领导们是急着要去吃庆功宴吗 根据现场看球的网友描述 主办单位是突然关灯 停止进行中的比赛 开始颁发前三名球员奖牌 赠送吉祥物和冠军奖杯 典礼进行约莫三十分钟 被晾在一旁的中华队瑞典队球员 只能先回热身场地维持手感 哭哭等到典礼结束后 重新恢复赛局 你好成都 我是孙宁莎 你好成都 我是马龙 中国大陆明星级乒乓球员 包括女单世界排名前四强的 孙宁莎 王曼玉 陈梦 男单排名前三的樊振东 王楚清 马龙等人 齐聚一堂拍摄形象广告 可见对这场赛事的重视程度 今年的桌球混合团体世界杯 推出全新赛制 例如首度纳入男女混双 第一阶段循环赛积分 可带入第二阶段等等 赛制虽然创新 但主办单位处理适当 让赛事成果大打折扣 TVB新闻综合报道 歌手杨成林在大陆郑州开唱的时候 没想到在互动的环节脱口而出 说河南人爱骗人引发了争议 虽然说这句话在当地有点像是俗语 但是的确很多人听到会觉得蛮刺耳的 虽然事后杨成林在微博上有道歉 不过在当地媒体呢 还是受到了一些抨击 甚至有可能违反法规 前进大陆河南郑州 杨成林唱到十七年前的作品 大一幕tag台下上万粉丝 有的心旅大方接吻 惹得悬场尖叫 音量大到杨成林也听到 和歌迷开玩笑 想知道是哪对情侣引起这么大骚动 只是问半天没人回 下一秒杨成林脱口之话 说河南人爱骗人 不免联想对岸网上流传一句 十亿人民九亿片 河南人是总教练 带有偏见的俗语 这可让部分民众听了觉得刺耳 事隔一天 他紧急灭火 承认口误 杨成林为没礼貌的玩笑道歉 说非常愿意接受大家批评指证 只是争议已在网路上蔓延 就连河南广电旗下媒体 也把话说得很重 批评工作人物别拿无心当借口 这种地域黑的玩笑不好上 甚至有人质疑 正不排除碰触对岸法令 有损民族精神 严重者可能处居留 或者台币2.2万元以下的罚款 口执心快并非第一回 只是身为工作人物影响力大 杨成林也判真心闹羡 能患民众的多一死亮解 TV7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打开订阅 在厨子转移动的时候 打开讯码 打开讯码 打开讯码